顏寬衡因為他已經就是跟市黨部是推遲 現在還是推遲 因為他們家說成功不必載我 那又講說是不是副議長顏立民 他妹妹 可是妹妹說沒有這個考量 沒有這樣想過對不對 現在浮出一個人選 他是黑派 顏家就是黑派的 他是黑派的 黑派的然後他曾經當過這個龍井的鄉長 台中議會 市議員 他也當過台中市議會的議長 不過因為他2018年的時候 他交棒現在是由他的兒子來當市議員 那有報導說 他這樣啦 有可能出馬來扛重任 不過現在很怕見光死 所以當事人是說 沒有沒有 可能不是他 那你怎麼樣來評 第一個我覺得顏寬衡妹妹是絕對不可能 因為顏寬衡妹妹他現在是副議長 那之前有一種說法是說 他妹妹要出來選立委 然後顏寬衡去選議員 那他不可能做楊春議員 他就是要去選議長 之前有一種講法 可是我覺得這講的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台中市議會的議長是黑 是紅派的 是紅派的 那你現在顏寬衡 如果說你要選議長 你不就是黑派要跟紅派去競爭 之前紅派這麼挺你 你現在去跟紅派去對抗 我覺得不可能 所以他妹妹選項 我覺得是可以排除 那至於說剛剛講的那個最新的人選 我是覺得 我還是認為顏寬衡機會是最大 而且顏寬衡最近 其實你看他這幾年也做了很多 他要重塑 他要去就是在網路上經營 去經營網路嘛想要去累積網路的一些聲量 好比說他會PO一些什麼 他減肥的照片啊 還是良民症 良民症 減肥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人減肥都減不下來 因為減肥要很有毅力嘛 那他PO這個就告訴你說 他是很健康的 是有毅力的 而且他是也要去抓那個年輕票嘛 像他上次選舉的時候 他唱聽海啊 也蠻好聽的啊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做法 就是我覺得他其實是有佈局 繼續在政壇走下去嘛 那既然在政壇要繼續走下去的話 那那你這次補選 你不參加 假設啦 其他人選來選 我們一定是想辦法讓他選上 選上了 你再叫人家下來再換你 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顏寬衡 我覺得他的機會還是最大 而且對國民黨而言 我覺得他的實力也是最小 他為什麼到現在中途一個禮拜 我覺得是看民進黨 因為還是要先看 觀察一下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的戰局比我們還複雜 民進黨還牽涉到 要跟激進黨的進和關係 我覺得在顏寬衡這邊 你們除了尊重顏清標 你們還有其他人選嗎 你們有嗎 你們敢嗎 因為他最強 我告訴你才不是他強不強 你根本就不敢 因為他這一次罷免 如果不是他們全家族 全派系動員 你們根本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朱立倫都要謝謝他了 都要拿禮物去送他的 怎麼敢現在派一個人出來 就算心裡在覺得說 他們家在出來 這個形象很差 包含你之前罷免 言寬衡 罷免陳柏惟 種種的理由 說陳柏惟去打冰果台 就是賭博的小孩 他們家有多少跟這個賭博 都牽上關係 甚至這個罷免的時候賭盤 是不是他們家開的這一件事情 都還不知道 朱立倫就算是有再多的不滿意 你們也不敢推出人選啊 你說我們有林靜宜 林靜宜幾乎是 現在大家公認最強的 不管是民進黨 或者是激進黨 都認為他是最最理想的人選 但我們地方 我們還有一個議員也說 我也覺得我也可以喔 但國民黨敢嗎 國民黨有任何一個議員說 我也覺得我會跟顏寬很拚一下 我的形象應該比顏寬更好 小撥寬 你們敢有 你們敢沒有 你們拿出來啊 對不對 你認知你敢嗎 你也不敢啊 我覺得這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的不同 在補選裡面全部會被拿出來檢視 你在補選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迴避 你可以不回答 你接下來呢 你接下來能夠不回答嗎 你二十三歲跟你爸爸拿 拿著你爸爸的公款 在你爸爸旁邊去酒店 這一件事情 當當這個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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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國民黨會不會真的不給他面子 派出一個人 他現在要是國民黨要求爺爺 告奶奶拿著轎子去請顏寬恆出來 但請出來的人就是顏寬恆 但這個顏寬恆 他的這個過去的這個黑歷史這麼多 難道就是你們國民黨的代表嗎 可是現在就有人在幫他們思考啊 搞不好想著想著 不一定要姓嚴啊 我是寬恆的老婆 有沒有可能假熬出來 也就是太太這樣子 有沒有機會 如果顏寬恆不想才會有機會 但顏寬恆就如葉原子所說的 他很想 所以他積極努力的在減重 做各項的準備 而且就我所知道 這個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這個在地方 這個跟他們關係的人 然後說就是船啊 就是顏寬恆啊 只是現在那個主台 知識要結識 要等國民黨 看國民黨黨主席 怎麼樣來來把這個 這個紅毯鋪好顏寬恆 才會走錯 可是